而在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 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三星堆迄今为止 最大的青铜神坛和青铜神兽 我们先来看看神坛的细节 有一件大的青铜盘 然后以及这个青铜尊 青铜尊目前暴露出来应该叫五件左右 有一件小的中型的一件方蕾 做得非常的精细 这件神坛是一件我们前所未见到的一件器物 在1986年的发现中 曾经发现过一件小型的神坛 而新的这件神坛既是残健的 现在也高达95厘米 更重要的是这件神坛的结构 以及所描绘的一个场景非常的复杂 8号坑新发现的这件青铜神坛 体积庞大 造型奇特 共分为三层 第一层是有文式装饰的台积 第二层的台积平面上 目前推测可能有12到13个青铜小人 青铜小人分成了大约三组 每一组的形态和姿势是比较相似的 在这个每一个角落各有一个跪坐的 一个双手持握跪坐的小人 然后面朝外 然后在每个方向的中部啊 这个有一个目前看来是站立姿态的一个小人 双手是下垂 然后五指伸开 然后纵目 但是这个纵目又和以前见到三星堆的那种纵目又不太一样 它是一个圆形纵目 然后头上呢 要么是带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发官 发饰 或者是将头发梳成了一个向后背过去的一个非常整齐的一个样式 目前它到底是发官还是这个发型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确定 在这两组人的身后还有一组跪坐的人 腰和腿都比较细 肩膀则非常宽阔和壮实 肩上扛着青铜肝 肝上还有一个平台 平台上有一件青铜神兽 这四个人扛起的青铜神兽 构成了整个神坛的第三层 青铜神兽上还蹲坐着一个人 腰部已经断掉 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细节是 我们讲这个神兽似乎是受人控制状态的 因为在这个神兽的脖子上呢 目前发现了一圈由这个三股青铜丝扭成的青铜绳 然后系在了这个小神兽的脖子上 然后从小神兽的脖子上呢 有一条这个青铜丝呢又引到了 似乎引到了坐在他身上的这个人的身上 但是这个器物目前来说是不完整的 上部可能会有更高的样式 但是至少这些部分已经有的部分 是表达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意象的